中国一罕见姓氏,距今已有2200多年历史,许多人都没听说过。 远古时期,人们是没有姓氏的,迟到的母系氏族制度时期,才有了姓氏的雏形,并逐渐成了一种传承的文化。 古人之所以会发明姓氏,是为了区别与其他家族的关系。固有姓氏者,标示家族血缘之符号也的说法,通常情况下,族人都不会改姓,但如果是皇帝刺姓,或者为了躲避战乱,姓氏也可能会被改变。 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,曾出现过上万个不同姓氏,最常见的就是王、李、张等单姓,以及诸葛、司马、欧阳等父姓,由于各种原因,许多姓氏都不再被使用,或者改姓的人口较少,不被世人所熟知。 诸葛、诸葛、诸葛等姓,中国有一个十分罕见的姓氏,距今已有两千二百多年的历史,如今该姓的人口极少,许多人都没听过,它就是第五姓。 第五是一个父姓,源于上古八大姓氏之一的归姓,但是,若是没有汉高祖刘邦的话,就不会有第五之姓,为何这么说呢? 公元前202年,刘邦的部下韩信、鹰部等人,带领三十多万汉军,在该下与项羽的十万储君展开激战,项羽没能续写巨录,彭城等战役的神话,最终兵败自稳,刘邦成为校到最后的人。 由于连年的战乱,当时关中地区人口瑞显,汉高祖刘邦就下令将其处等地的王室后裔,及豪门贵族迁徙到关中,其中就包括田姓贵族,田氏是其的最显赫的家族,其成员自然就很多,不是其他家族能够相比的。 刘邦认为,田氏家族势力很大,如果不进行削弱的话,日后很可能会出现问题。 于是,刘邦就下了一道圣旨,把田氏家族分为八部分,并分别给他们赐姓为第一、第二、第八、第五则是其中的一个姓氏。 姓氏考略记载,其田氏后,汉时其竹田喜至金兆房陵,以赐地为姓,有第一至第八。 在这个八个姓氏当中,第五姓出的名人最多,东汉时期的第五轮,乃三朝元老,官至大司空,相当于丞相的帝位。 唐代的第五旗,曾被皇帝任命为从中书门下平章士,宋朝的宰相第五军,也非常的有名。 多年来,一些第五姓氏的人都改姓第五,使用第五父姓的人口越来越少。 据统计,全国只有六千多姓第五的人口,其中陕西巡异县魏洛村最多,基本占了一班,其余则分布在甘肃宁县,陕西省金阳县及安徽楚州等地。 你身边有姓第五的朋友吗?你还知道哪些比第五更罕见的姓氏呢? 关注微信公众号史学界的9527,了解更多显为人知的历史,也使,米门全都有。